太多一點 成功 需要 1 行 2 點 開朗熱 行 先打一個抑制 你看 你看 相關了齁 跑掉了 要按右下角這個打工才不會跑掉 被遮大 現在打了 你看 要選下面的 又不好向上滑 按右下角那個藍色 有打工 有沒有 下面就看得到 要得到那個標籤了 然後 然後貼在這個自己頻道的社群 社群發布貼文 自己頻道的社群發布貼文 關鍵字 前面都有加警字 就是這個影片標籤 前面都有加警字 然後發布以後就可以有超連結功能 就可以點按超連結 然後我來看看那個影片的樹欄 頻道的樹欄 就可以得到那個影片目錄 藝文有關的 藝術有關的 影片專輯目錄 兩好的關係是忍出來的 二十二合作 得資源分享 立即均干一點 合作是最有效率的借力方法 二點變合作才能雙平 二十三善良則 沒有人不想與善者 為母為靈畏 有一點為善者 可不人二點 物以善小而不為三點 善在每一顆星 嗯? 怎麼加個染字啊? 藝術展跟藝術展覽有什麼不一樣啊? 藝術先教藝術師 藝術先教藝術師 同樣藝術 欸? 不一樣的術啊 那這個術呢 你看 全選 貼到那個 貼到那個 貼到那個頻道 那現在這個要屬於哪一種 很好吧 按右下角打鼓 按扳上轉 然後要按右下角 右下角媒體庫 有沒有 按媒體庫 然後上面那個自己頻道的標誌圖 然後按自己的頻道 按你的頻道 有沒有 然後按社群 超年級項目要去推 滑手機嘛 去按那個社群 有沒有看到社群 然後在社群 社群這邊也可以貼 貼上去囉 你看影片標籤都是 關鍵字詞 然後前面 前面加警字號 現在要發布了有沒有 要發布了 那發布以後呢 你看那個有 警字號的 字串 超年解功能 現在要開始來 來檢查囉 現在按那個標籤 寒後面 藝術創作有沒有 按點按藝術創作 你看517部影片 157個頻道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啊 這個叫藝術創作的專題影片 這個叫藝術創作的專題影片 的目錄你看 這個藝術創作的專題影片 目錄 所以這個YouTube幫忙整理了 這樣就快速擁有全世界的 資源 全世界的豐富的影韻資源 教育學系 參考資源 剛剛上傳的這個圖片 現在左上角有沒有 天鵝呢 天鵝還不是一般的動物 還是天鵝 你要學藝術創作 你看可以從這裡面 找到很多資源 影片的縮圖 影片的縮圖 有的也都是做的很有美感 要得到影像就是從這個 YouTube影片資料庫目錄 就可以得到很多影像 各種主題的 金木水火土的啦 藝術人文啦 啊 理化啦 英文歷史地理 用學科來分 或者是用那個圖書館 圖書分類來分 或者是用五行來分 這樣就已經很多種了啦 然後只可以找到很多圖像了 可以善用這些圖像 所以還可以善用這些影片 有豐富的學習資源 好 就這樣喔 然後來再 再按第二個影標標籤 叫藝術宣教 有嗎 藝術宣教 你看這個很快就產生了 你看影片資料庫目錄 你看這個就是 影片數四百有六十六部 頻道有多少 齁七個頻道 宣教嘛比較不 就這樣 多年 改道了 多少年 或者是這一個 成功的 也約 多少年 熊 以為 跌術 好 就這樣啦 就是這樣 藝術宣教 然後再來 退出去按左向左的箭頭 退出去 按第三個標籤叫藝術室 你看齁 171部影片 28個頻道 有沒有 有豐富的內容 看到嗎 你看齁 藝術室 齁 你看 影片資料購目錄 有豐富的學習資源 藝術主題 看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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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隨便 在這一點 看齊了 看齊了 好,再來推出去,你還按向左的鍵頭推出去,然後按第四個標籤,義文特區,按義文標特區 為什麼按下去就會有,因為在上傳影片的過程打那個關鍵字,前面加景字 打個義數,先打個景字號,然後再打個義數的義,然後有那個標籤可以用的都會列出來 所以慢慢的蒐集起來,把那個字打,打好以後複製,然後推到自己頻道的社群貼文,發布貼文 因為有關鍵字詞,前面有景字號,發布以後就有超連結功能 所以現在你看點了義文特區這個超連結,前面都有加景字號,關鍵字詞 然後你看那個點按了以後就馬上有,豐富的影片資料庫目錄了,要善用這個資源 好,來,再推出去,來,現在要按藝術師,藝術展覽,哦,真的有藝術展覽耶 290部影片85個頻道,也有叫藝術展覽啦,差一個字了,藝術展覽 好,來,來,來,看了,看哪藝術展覽,哦,會動的文藝復興還真有,真有價值啊 中國的話叫做清明善河圖 清明善河圖還 還會有會動的耶 會動的清明善河圖你看 然後中國大陸在荷蘭省 選個地方還建造那個場景出來 變成遊樂區耶 那後來有新冠狀病毒 全球新新冠肺炎病毒 嚴重影響到國際旅遊業 影響到商業發展 影響到很多種行業經濟 連那個教育要透過那個網路 來線上開課來進 宗教內的要透過宗教網路 要透過網路來上課 網路課程 另外那個 實際的地點上課叫實體課程 這個叫藝術展覽 然後來看藝術史 這個樹 是跟那個藝術的樹不一樣 不是那個art藝術 而是講藝術那個 係數那個樹 藝術史 啊 講道理的咧 你看還是講道理的咧 還是講道理的咧 還是講道理的你看 詩無邪啦 何處非南海 至於大吳家集西天 西天 你看藝術史 喔 彈總葵的 抓鬼的總葵 唐朝的 嗯 近視呢 長相比較粗 被那個皇帝修入 然後 自殺呢 皇帝 然後鴻為那個什麼 鴻為什麼聖呢 唐朝那個選拔人才 就是要 看他的外相 表 表相 外貌 真啊 然後來看他的言 談 言談 言啊 書 看他的書法 毛筆自正 得心正 然後來書 判 就像啊 閱讀測驗一樣 判啊 或者是聽了話以後 知道人家講什麼 重點 深言書判啊 這樣以後才能夠辦案 才能夠判案 才能夠斷案啊 所以閱讀測驗啊 還有知言啊 知人家的言語 大躍內 大躍內 大指 重點 等等 聽得懂話 你看 都是真的是要訓練啊 不是會講話而已 還要聽得懂人家的話 人家的心聲 這一段話裡面的重點 是 言為心聲到底對方的心聲是什麼 嗯 你看 藝術師 現在再測試一個 叫做藝術站 嗯 嗯